喽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三场八战军阵场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这三场的话由船长莉莉花提供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么第一局的话是我们自己最近打的 刷战功用的 那么玩的这个 三后位的反贼郭娘娘 郭怀啊 那么主攻董胖 那么应该来说我们这个前位的郭娘娘还算可以 董胖上来直接崩坏 国泰天主的话可能偏中一点 毕竟你如果反贼选在这边 就是不打自招找死啊找死 那么我们这里上来开个无中 装上人亡装上青龙杀竹啊杀竹 那这样的话整体的话就直接第一轮发动金色 那么四血这样四血的时候啊 其实金色还是有点难的 那么所以一般情况下 郭怀啊也是那种啊 第一血要有的时候敢于卖 所以你第一血卖出来之后 你才能不成为不动白啊 那么这样的话老祝格这个地方直接是 挑一个忠诚我们打的非常激进啊 刚才金测全部弃闪就流杀啊 就流杀怕自己断杀到时候没有攻击能力啊 但是这个地方打的过于激进了一点啊 最近我的这个排风有点太骚了一点啊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队友啊发动炫祸肯定不杀的 国泰一杀到时候他发动这个甘露就不爽了 这装备就努努努努 那么我们的左大爷这里强力反击跳起来杀一道偏内的老祝格 直言给我们一个 但是左大爷这里的直言啊 没有那个另外一个技能的配合啊 中强的配合 所以的话这边啊不能很好地给队友回血 那么这里九杀漂亮啊 九杀漂亮 那么加一装的也好啊 主攻的话就无法杀 结果这里还没误热火啊 就被一拆一顺啊 这个也比较正常 主攻兵低难的话续了牌啊 没有动 那么国泰的话火攻来一发的话 希望不中啊 结果还中了 中了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逃 那么法阵自救 自救啊 上了我 休想全身而退 那边甘露来一发 然后顺手拽扬 我们这个人王又没了 可惜他没上啊 否则的话我们这又要再残一些啊 再残一些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打的就比较简单了 三张牌肯定是有了 顺手人王 方天再可以杀一刀 可惜杀不了老祝格戴尔 否则的话可以来一发来一发 那么这样用过三张牌之后 再摸两张 这样的话肯定是弃三张杀啊 弃三张杀 留一个火弓一杀 作为攻击啊 攻击留一桃宝队友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没必要吃桃的 你作为 郭娘娘肯定 四血正常不需要考虑四血了 能保住三血 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老祝格这个地方索索连环 现在反贼啊 就一样被四年了之后很有可能崩盘啊 这种时候这个崩盘屡剑不鲜啊 屡剑不鲜啊 这个非常的 常见 所以这个时候反贼如果能有铁锁啊 尽量解铁锁 否则的话这一把容易崩盘啊 不至于货皮 直营劝剑不至于货皮啊 不至于货皮 那么无蟹再无蟹 漂亮啊 那这样少行动一回合 保住法阵先啊 那么狗祸的话 借刀掳人 但是这个地方的借刀的话 最好啊 他这个地方借董太师的刀 杀诸葛蛋更好一点 毕竟你后面是董太师的行动能力 你他要杀九杀法阵的话有点伤啊 那么还好啊 还好 这里的话他没有杀 更谈不上九路了 九路了 那么国泰装上藤甲 这个藤甲一换 我们菊花有点凉了 这边的话 天国乐好评啊 好评 那么火攻来一发 那么直接我们这个 难拿啊 对我们玩也肯定是难排一仗啊 最后的话 这里注意啊 过河拆桥 我们选择了拆董太师 我们有点怂了 这边的话 毕竟如果董太师的刀一直在的话 后面啊 这所有的啊 都是连在一起 就我们说的 啪他 九属性杀啊 到时候就有点疼了 那么现在的话 老诸葛这边关了两张 这九别可是属性杀呀 这就没办法了 这就没办法 那么我们手里的话 刚才啊 方侧金翔啊 来了呢 呃 换到了桃子啊 换到了桃子还好一点啊 伤楼 伤楼 伤想 纯身而退 伤身而退 所幸这边还有白银啊 可以护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嘿 又补了一桃啊 利用金翔 配这个桃 整体还算可以啊 整体还算可以 那么我们这一局啊 这个桃子也非常多啊 桃子也非常多 两桃救起队友 这边又补给了我们一桃 就亏了一桃啊 亏了一桃 那么这边一个决斗送 诸葛大 伸天啊 伸天 那么结果没送走啊 没送走的话 左大爷这个地方看看 嘿 裤裆套马术啊 这个时候 马术就是一张值钱的技能啊 那你不仅能杀死 诸葛大 你这还能啊 宝队又不死啊 那么虽然没杀死 冰娘 继续好冰啊 这个神马术啊 神马术 一个根价 那就体现了 左次的八个地方 那么这样一个拼点 直接把诸葛大 来 送你上天啊 送你上天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没有逃来 直接求逃 结束 那毕竟你诸葛大的话 应该来说啊 是整个场上的最弱皮 最脆皮的一个 而且离我们的反 扎在了反贼队里面 所以你不死啊 怎么可能 那我们这里的话 只能刷一刀啊 然后各种刷牌啊 为了保牌啊 这多吃了一套 再留一套保队友 毕竟的话 法阵那边还可以保一保 保一保 那么九 漂亮 漂亮 那老诸葛的话 不得不恩怨给啊 那么这个地方 直接法阵刷牌啊 刷个白银 这样没有问题啊 先回血 我们这还有一套可以保 那么过河拆桥 然后拆一个继续直营 劝劲啊 摩一掌 摩一掌 这个额外的就过牌量 过牌量 那么所以场上大家可以看到 三个人都是负责过 四个人全部有过牌啊 我们这边金色过牌 狗狗那边截命过牌 左肢直营 法证炫祸 加恩怨啊 这个整体好评啊 整体好评 九卢 卢谁 卢狗祸 那么我们这边桃子就要发挥了 还有桃啊 还有桃 那么狗祸的话 刚才的木马不装 也是稍微有点差 有点差 装了的话 至少可以保洁命啊 有个外过牌啊 那么这样的话 杀一刀 再甘露一发 甘露一发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 诸葛刚才五五拿的 明的是啥 明的是啥 所以这里的话 就暴露了我们的牌序啊 终于出问题了 这里是值得批评一下的 这个牌序是相当之大 相当之大 肯定是这样 这里的话 刚才啊 这个是直接 呃 直接啊 打了一波难牌啊 难牌 肯定是 杀一刀诸葛 然后开一个万线啊 开一个万线 或者 而且是可以 甚至可以牺牲这个九杀 为了后面的金侧服务啊 为了金侧服务 所以这里打错了 打错了 这个还是 整体来说比较关键的 而且开出AOE之后 对自己的队友造成了损伤 这一波是难牌 那么这里的话 最后 左大爷那边刷了一波 然后决斗一发的话 国态是足了 足了 虽然我们这一波 刚才打了一波难牌 但是整体阿盐的话 整个集团啊 应该来说 还是稳住了 那这边想要九杀我们的话 都没有什么希望 没有什么希望 我们直接啊 不闪啊 不闪 陶渊 神来陶渊 那直接的话 还有无血 这样的话 稳稳的又是金侧了 杀一刀 董太师 留一个酒 留一个酒啊 本来是想啊 这个留一酒 保一保的 那结果的话 这边我们有杀的话 杀比酒更值钱啊 这个时候反正也不是一血状态 那么刚才啊 这 刚才是不是 如果出酒杀的话 会更好一点 会更好一点 但是难讲啊 当时想的是 主攻这个一直没有被 怎么杀过 所以的话 可能有闪啊 酒杀的话 不一定能中 那么九炉 我们有的是闪啊 有的是闪啊 这里不 留闪啊 就是老祝克杀我们 我们不闪 就是留的防泥 那最后这边又来决斗 又来上 两血状态 这个一般情况下 都是稳稳的发动金侧 那么最后的话 这边就是妥妥的 主攻已经脱完了 那么打了他们 这个最后的话 就是心理防线 没有了 心理防线没有了 那我们这局啊 其实就是为了刷转弓啊 第一次用啊 第一次用啊 用的还算 还行啊 但是排序上 应该来说 值得批评啊 这个跟 第几次用啊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 最关键的一个排序 就是那个杀跟万劫啊 杀跟万劫 好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局这边的话 是一个 教主主攻 我们的话选了 四号位选了一个 教授啊 技工 那么这边扇子一挥啊 这是个扇子一挥 大局将定啊 大局将定 教主无中胜油 火杀一刀 黄鸡 那么黄鸡的话 正常在教主局啊 这个就是 Fuck me 再来教主 红杀来 来一炮啊 红杀来一炮 这个是正常的模式 所以的话 格格的话 被盲剧也是没有问题的 马超这个地方 被盲也是没有问题的 财通天命 逆天改命啊 那你司马 这个位置 简直是 弱爆了 弱爆了 这个地方的 那个 司马的位置 绝对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直接啊 进行一系列 剑营 然后杀一刀 左大爷 左大爷这样发现啊 杀的不对劲了 去找司马了 那我们就没办法 不能继续杀他了 否则的话 就坑我们队友 那几波剑营之后 直接弃牌 那么我们再回到 司马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整体而言 其他轮啊 过牌的话 这边啊 全部是 你先改判 最后教主后判 所以一旦忠诚 有距离杀教主 打一波配合的话 司马你是完全 没有被限制住啊 只有一个什么 改判的时候 可能稍微有点用啊 教主杀人的时候 教主杀人的时候 那左大爷 强力跳一波忠诚之后 这样的话 我们看看真机这边啊 大姨父 大姨妈 然而没有什么 太大的牛逼之处啊 给个 请逼他 我吧 来 Fuck 苦肉 再来 那么一个决斗 这决斗差评啊 你不如限制 教主的那个手牌啊 你找路神 生生不息 是吧 你怎么找路神 有点糟糕 人家送人家签讯啊 当然他想要 收人头的心 可以理解啊 可以理解 这主攻贝勒 你不死死的 限制一下 而且司马是自己的队友 这个是可以稳稳的控住他的手牌啊 那么这样一波火杀的话 Gay哥被收 所以Gay哥这边打的 刚才打的也有点难了 有点难了 那么路神一波火杀 收人头 然而只是弃牌了之后啊 没什么卵用啊 满招损 满招损 七兽益 拿一张八卦 问题不大啊 问题不大 那么我们这里换上冠石 杀路神啊 杀路神 强杀命中 那么这里桃子救起来 那也没有办法了 那这个我们被拆 拆我们有没有这张盾倒无所谓啊 毕竟的话 我们这个石北再生啊 一般情况也难以撼动我们这个大树啊 司马的话 杀也不敢动了 你这个杀 反正你看啊 只要过了教主的回合 其他人的杀的话 杀教主 你司马都没法改变啊 这就是你的弊端啊 不知道怎么想的 八位选反击 我一开始啊 都觉得司马这个是偏中的将 偏中的将 敌人振兴一乱 敌人振兴一乱 随我杀 发型师来一炮 那这样之后的啊 我们这个过牌也没法打了 五分灯肯定放不了 那么这边的话 波尔拆桥就为了刷牌呗 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内剑啊 这个想刷他手上的牌呗 概率比较小 那么这里 成为黄天骑士的祭品吧 那么这样的话 吸血整体而言 这个还比较轻松了 比较轻松 回血状态比较好 新教主的优势在这 倒是所向 唯有所控 那么司马从前之后 这就是他唯一发挥的地方 改了这个八卦 改了这个八卦 虽然从教主口中夺得了发型师的命 然而逃不过路神那边 那么你这杀我没到我们直接石北 无所谓啊 那么这个地方 有缓军 欲速不达一 那么最后再来强杀一波啊 强杀一波 那么这边的话 教主选择了 所以教主选择的是直接激进的 强闪定 那个雷击黑桃 所以掉司马两血 而不是回一血 那么导致我们直接一个惯师 强杀命中啊 强杀命中 所以教主这个地方打得非常的浪逼啊 非常浪逼 那么反过来 如果他选择啊 直接选择就草化 就草化回一血 司马的话这样反馈也就一血 我们啊这样的话 呃也就顶多啊 他还能保住命啊 那结果他打得太浪了 最后我们一个漂亮的灌石强中 直接死了 忠诚手上 忠诚这个排行手上啊 这个有逃的概率也比较小啊 所以教主你这个打得太浪了 直接导致了自己命丧九拳啊 所以第二局啊 这个应该来说 举兽的啊 我们教授的灌石 应该来说最后啊 呃有所发挥啊 有所发挥 直接把教主给带走了 整体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来说 体现了教主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思路啊 体现了应该求稳啊 求稳 这个时候你又不能收人头 你干嘛去雷劈凉血了 索性要回血多好啊 回血多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这边的话 主攻曹瑞啊 我们这边六号位选一个大内阶 那么内阶的话 女王大人臣服于我的胯下啊 这个通通都是我的啊 通通都是我的 那么这边的话 曹瑞上来就索索连环啊 一般大师的话 中反啊 其实都还行啊 都还行 那么 你主攻上来就明剑的话 那就是配合大师的 配合大师的 那么这边的话张辽 跳忠诚啊 然后搞了一下二爷 二爷的话距离稍微远一点 但是近的 然后是克曹瑞的 左大爷上来就鼓过一发 猜猜看 猜猜看呢 那么这个是跳一番 那么这个猜猜看的话 还有七本啊 我们是不会去蛊惑了 那么 聊神是蛊惑一个 那么阔和拆桥的话 这边啊 现在做我们做内阶 肯定是不用管这个事啊 那么那边有无蟹 这边又有无蟹啊 那这样的话 跳出两番 这可能也是一番啊 那么猜猜看呢 这个猜猜有点默契 那么这样之后的话 这边又是 果然是反贼 那么这个降面 应该来说明了大半了 明了大半了 就看大师的身份 剑鲁公张 取你小命 来 骚包啊 骚包一刀 那么 那么我们这里 索索连环杀一刀 也没什么暖用啊 这个杀一刀大师呗 这个火杀可以 留一留嘛 可以留一留 那么拿了一把 雌雄 还行 但是这样的话 给大师送了耗尸啊 送了耗尸 双手乍羊 然后又过河拆桥 整个的一波啊 打的还是比较激进的啊 那么这个无懈可击的话 那就直接 我们给质疑了 那么这样的话 最后这里啊 直接一波换 我们有点亏啊 有点亏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么索性 好就好在这一边啊 注意大师的位置在这里 那么后期的话 这边啊 貂蝉一波小爆发的话 那直接 你大师的话就活不长了 活不长了 那这边还有南蛮 再开一波的话 曹瑞 是回头好评啊 回头好评 可以保疗神 那么保住疗神的话 这样还可以让疗神啊 继续打打工 控控手 控控牌啊 那么这一波质疑 我们赚到了 我们赚到了 两个顺手在手 那么就看大师死不死 不死 我们就两个顺手 要他归啊 要他归西 曹瑞这个地方 再来一波火烧 烧包一个 直接这个名的是方片啊 名的是方片 那么再杀一刀 还有没有桃 这下总该死了 所以这个地方 桃子救的问题也不小啊 这个名的 这种有刀的时候 你这何必这么执着的浪费 桃在队友身上呢 那么那边的话 上个盾 我们现在整体而言啊 场上 整体比较好评啊 整体比较对我们 还是有利的 死泪 两反啊 而且整体这个反质 大师一死之后 我们就好控场了 貂蝉进行翻面状态 我们就稳稳的控他一下 那么这边的话 借刀杀人 刀给你就是啊 那么应该来说 打貂蝉比较好一点啊 那么他去拆张辽 杀主 这个就有点二了 有点啊 你主攻这个自由挥拓在 你即使要杀到兵死 张辽这边还有的打啊 还有那个兴衰恢复神技啊 那么我们这里直接控一刀 这个忠诚 然后续爆就行了 这时候不要动 那么你主攻给的漂亮 我们后面就直接再顺手貂蝉啊 再顺手貂蝉 你这个时候 寒刀啊 其实最好打的状态 其实就是 要么控貂蝉 要么控张辽 你这个杀主 完全就是啊 呃 杯水车薪 而且就是纯粹是浪费杀啊 纯粹是浪费杀 你说杀貂蝉多好 那这个地方貂蝉啊 被雷劈死了 反而这就不用我们控场啊 如果他不被死 不被劈死啊 后面的话 我们就如果不断杀的话 九杀也足以让他拜拜啊 拜拜 但是这个地方小内 忠诚开始选择偷我们的了 那么忠 反贼族 现在控场有点难度 主要寒当浪费了几回合输出 在主魔身上 这就造成了 我们这个控场有点无力啊 那么这边还被勒布斯鼠中了之后的话 当然寒当把手牌清掉 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辽神他就无法偷我们的 这个九杀 有点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希望这个南蛮能够有 勒布斯鼠啊 能够添过 如果不添过的话 就有点难了 你看这里又继续杀主攻 这个你说打的什么鬼啊 这个注意一下 我们这一回合的火攻差评啊 火攻差评 你这里肯定先开A 最后收了人头牌之后 火攻张辽 这样才有一丝生计啊 才有一丝生计 所以你这里打的火攻浪费了 火攻浪费了 那么最后再来一个南蛮的话 好评啊 曹瑞的话 这边也直接自己掉鞋 那么我们直接一个 呃 这个 这个K点先装上 也有点急了 也有点急了 那么我们这个 两难一万续爆 总体来说 好评啊 总体来说 没有问题 但是刚才的排序啊 稍微还要 需要注意一点啊 你毕竟的话 火攻肯定不用先出啊 两难一万先开出去 最后收了人头 火攻的效率更高 紧一的话 肯定先留在手里 防止啊 你 他被 九杀救起来 你最后还可以拼点 拿一张牌啊 可以拼点 猎刃来一下 是吧 所以刚才的话 排序稍微有点小问题 但是整体而言 好评啊 两难一万续爆成功 那么这样的话 只要我们不断杀 主攻的话呢 你就 呃 然后这边有闪啊 那就没办法了 那么他不可能每回合都有省啊 我们手里还有黏弩 这把AK47 无中生有开一波 杀一刀 足 那之后你不足 我们还有一个杀 还有一个杀 怨愁无微卧之重 那么整体的话 这一场啊 天文乐 祝融啊 主牛内斤 还算 有的时候就是靠这个南蛮 起爆啊 所以整体还算好评啊 两难一万 带起来的世界 第一难第二难都收在牢牢的把握在手里 最后非常强势的收下 这一场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三场的话就到这里 最后 就是希望大家多投稿关注啊 嗯 最后谢谢大家